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跟体育锻炼非常有关系 今天我来参加的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 hello 观众们 你们好 hello Andrew 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今天是开幕里 有各种的武术的表演 还有省事表演 也有省事表演 有你的部分吗? 今天没有,今天我是观众 那边的篮球场经常有 无意繁殖 回温哥华一般都约上的朋友 在这边打篮球 他也喜欢运动 他喜欢篮球 这边是一个滑冰的场地 冬奥会的时候应该有些项目是在这边比赛的 我闺女每个礼拜会来这边滑两次冰 在加拿大有个小朋友 好像对冬季的运动会热爱一点 对啊,因为加拿大有国球Hockey 周末的人很多 这边有一些十岁左右的小朋友 在这练体操的校园 他们要赶紧跟中国拼一拼 拼不过了 中国小朋友练得太厉害了 来的时间还比较早 那我也第一次知道 Olympic Oval后边这块靠佛的景色这么好 所以出去拍点劲动 这有三个座可以坐在这边享受一下景色 那边那个桥过去就是温哥华国际机场 离列车非常的近 坐在这除了晒晒太阳 看看桥看看水看看日落 还可以看飞机起起落落 因为 Andrew 本来是邀请我来这边拍摄一个 跟中国武术传统文化有关系的 这边这个周末会进行一个美加武术锦标赛的活动 但是好像赶时间了 没关系 这个Vlog 还得拍 所以抓上 Andrew 随便聊一下 Andrew 最近跑哪玩去了? 我两个星期刚从台湾回来 跟两个好朋友 哇 不错啊 去过台湾吗之前? 去过 但是已经差不多近十年前了 主要第一次就去一些比较大众的台北啊 但是这次我们就往一些郊区出发 除了台北之外的其他的城市? 去了三个城市 这个伊兰 伊兰? 怎么像拉面的名字? 伊兰拉面 1234的1吗? 不是 不是拉面 伊兰还有呢? 还有九份 九? 九 数字的九 OK 几分 九分 哇 差点就一毛了 九分 还有呢? 还有就是这个 淡水 高雄 不是 没有名的地方 有 其实是比较小镇一点 Anyway 三个地方 我从来没去过台湾 我们家邻居是台湾人 然后他上回给我从台湾回来带来的凤梨酥 超好吃 这个是守心必须的 那你去台湾吃到了吗? 知道 他们还是刚烤好了 新鲜的 跟你之后吃凤梨酥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你都能去算两次吧 对 应该是喜欢台湾的 我比较喜欢那边的风土人情 无论是吃方面还是风景啊 人与人之间交流都很舒服很友善 对我个人感觉啊 我觉得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地区看呢 中国是一个特别丰富的种类的国家 因为有50多个民族有30多个省 但如果你来到温哥华 我对中国中国这个概念 我有更多新的看法 在温哥华我能接触 我就不太会去按中国大陆的省 和这个民族去分了 我比较多分为香港 台湾和中国这几个部分 对 我觉得每个地方的中国人 有不同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台湾的朋友 我觉得有一些中国的 一些特别传统的东西在里面 台湾的朋友 当然香港也有 这么好的保留了繁体字 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 已经没有繁体字这个东西了 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解放后的某个时间 在对语文进行规范的时候 去掉了繁体字 都统一变成简体字了 有的人喜欢简体字 但我个人还觉得繁体字 有很多traditional的东西 去成简体字后就没有了 我也是因为在这里 小时候是学中文 那个90年代是大批的香港移民 来文化 所以我学的是繁体字 你学的繁体字 繁体字 所以就多少会 学到一些从文字里面 学到中国的历史 你这个文字里面的意义在哪里 但是我也了解到 简体字在中国那个时候的重要性 就是很多文盟的人 他们不会改进 他们就可以学会 我因为小时候 八九岁 还是九十岁的时候 学书法 那个时候书法是一定比较多接触到繁体字 对不对 因为很多字的学法 你比如说龙字 龙 这个简体跟繁体差别很大 很大 你知道简体那个龙吧? 多很多笔 一二三四五 五画就完了 繁体的话 天呐 左边都不止五画 更不要说右边那一长串 而且如果你想在书法上 把这个龙字写好看的话 一定是繁体字很好看 简体字 你老外看着以为是一条虫 不是一条龙 这是简体跟繁体 然后我讲我对温哥华 因为从中国大陆来到温哥华之后 我对中国人的种类 看到遇到更多就是几种 香港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 大陆的朋友 和你算一类 CBC 的朋友 我觉得这算单独的一类 因为如果你是在这边出生 或者比较早就来这边 其实跟刚刚我说的三个地方 都没有特别多的关系 因为你算中国血统 但是其实长到加拿大 你是几岁来的? 加拿大 我自己出生啊 你在这出生吗? 但是很多人都是自己问我 因为我看起来不像一个想象中 一个CBC 的 所以我又有一点 我们就说 identity crisis 身份分裂子 对,我觉得有人可能 CBC 可能会说 You're not that much CBC 对 很多人会说 我是 You're a Honger 香港人 我说没关系 I'll take it as a compliment 原因是因为你中文讲的 比 average 的CBC 要好挺多的 你给我讲 很多CBC 可能不讲中文 你了解的CBC 他们对讲中文 因为我也遇到这个困扰了开始 因为我闺女 KIND OF CBC 她两岁来 一岁半来的这边 我儿子是TOTALLY CBC 你的成长的 小时候到现在 比如到20岁之间 对讲中文这个事 有什么喜欢的 或者是抗拒的部分? 其实没有抗拒 或者特别特意去学 可能是我个人一个环境所逼 因为我跟一些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侨不一样 因为我差不多是属于第一代 我妈妈她跟爸爸移民来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农村人 他们的英文水平不好 差不多是一点都不会 OK 所以我是独生子 所以很多都是在家里跟他们交通 交流的时候 交流就是用中文文化 但是可能我的人 某一部分是喜欢传统的东西 跟学功夫一样 所以我觉得语言是在我们生活中 或者我们的人与人交流 我们的知识 学多一个语言是很有帮助 我也跟一些不会语中文的朋友 以前是说过这个话题 他们有时候是觉得很困扰 因为父母是会英文的 但是小时候他们就偏偏就是逼他们 跟他们用中文讲话 但是小孩子永远的 prefer 英文多一点 prefer 英文 这个回答就是永远是用英文 但是大了之后呢 可能在成家之后 他们回想就很多都会多少有一点后悔 为什么我小时候没多讲中文就好了 现在尤其在温哥华 有一些地方你用中文还比英文方便 这可能跟我观众也得说一下 真的这个 Andrew 没讲错 在温哥华 在别的英文国家 可能中文只是个language 但我感觉在Richmond 或在大温地区 中文Mangarin也好 Cantonese 尤其现在Mangarin更多 Mangarin差不多是一个language skill 对 有的时候是一个工作描述里面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requirement 对好像我这个工作 我们的卫生局 已经好几年前 已经为这个语言的话题研究了 因为我们Mangarin是移民城市 对 华人的proportion是很高 所以有无论是一线的医疗服务 还是治疗性的或者是administrate work 我们都需要跟病人跟我们的民众 一定会有中文的大交道的机会 有一个翻译服务 我的观众也问我 说我对小孩的以后讲什么语言怎么考虑的 我也打算给他报一个中文班了 可能跟你小时候也学过中文的班有关系 因为现在我觉得他们小时候自己 不能百分之百自己去决定到底要学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帮他把把关 觉得哪些东西还比较必要 引导他们一下下 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个人感受 我现在觉得我也不怕在视频里面讲 我觉得我来到国外之后 在温哥华跟我隔阂特别远的人 我现在都觉得不是西人朋友 我就是香港的朋友 我不知道这么说 会不会有一点点冒散香港的朋友 因为我在温哥华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跟西人的朋友 无非是Chinese language and English language 的一个隔阂 那我如果会讲英文 这个隔阂就没有了 就基本就减少或者说没有了 而且他们也会比较尊重的这种 我讲到哪怕慢也没关系可以交流 可是我发现我跟香港的朋友 反而没法交流 因为他讲Continence 我讲Mandarin 如果他在列治文生活 我会遇到很少量的一部分香港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是拒绝还是 就反正他不能很好的听懂普通话的话 这个时候反而我跟他的隔阂是最大的 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同事 咱们意义上广泛的来讲是Chinese people 但是我们需要讲英文来沟通的话 其实有点奇怪 这个语言的隔阂是我一个特别的感受 我在温哥华觉得我跟讲粤语的香港来的 这个情况可能老移民多一点 有的老移民好像来的 可能是心态方面 因为对于我不是说所有 我说一般来说 如果广东话是母语的人 他们听普通话应该是没什么大的问题 说的有些还行 如果他们学过 张家辉都可以说那么好 虽然别人听不了 我是渣渣龟 他自己 普天乐的普通话 只要他自己学会 但是 为什么我说的是心态呢 我不想说 聊太深入是政治的话题 但是 有关系 可能 香港人跟西方国家长大的华人 他们从小受到教育 教了一些价值观 跟现今的中国大陆的政治问题有一些出入 但是如果是在人与人交朋友这个层面呢 我觉得如果你能看过这些方面 只是正正常常交一个朋友 我觉得为了一些政治而有分离是不可以接受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往深一点聊可以这样 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在哪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为什么我刚说是香港的朋友 让我感觉我跟他的作为大陆人 跟他们 有时候他还用强国这个词来讲 有很多很难听的 我不在乎了 没关系 但是包括在YouTube上也是个现象 就是中文的一些视频内容里边 往往跟政治有关系 没关系 最后都能变成香港 台湾跟中国地区的朋友在YouTube上吵架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为什么说是香港的朋友 我觉得隔阂更深一点 因为我邻居是台湾人 然后我身边也有一些 比如说娜娜的家长是台湾人 我跟他们打交道都非常容易 基本上跟我和大陆的朋友打交道 是差不多一个容易的程度 除了是因为大家讲国语之外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因为香港涉及一个它有回归的这么一个动作在里面 等于它现在是中国香港 而台湾目前来讲 它还是 我们先不说台湾是不是个国家 但anyway 从加拿大的来看 我觉得台湾至少是一个地区 而不从属于目前的中国大陆的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我觉得它跟香港有一些差异在里面 所以我几乎从来没有在我身边台湾的任何朋友上感觉到 它对我有来自一些 让我感觉到一些香港那种朋友给我的一些那种隔阂感 因为台湾的这些朋友我会非常开open的 我们相互就聊 我会聊你们台湾的比如说国民党 台湾的 因为台湾的政治也跟中国大陆的不一样 就是社会体系也不一样 大家也有选举权等等这些 但是最后就变成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台湾的朋友我们可以抛开那些东西 很正常的交朋友这些东西 但是我每每偶尔极少数的在大陆地区 我会遇到一些香港的朋友可能语言有障碍 然后大家的一些观念里面 你就能sense 到那种气场 好像大家有一点conflict 但是跟我其实没关系 又不是我 又不是我导致的 很无辜的 对 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可以改正一个国家的 对 所以可能不讲那么深的话 我觉得国家是国家 政党是政党 这个道理应该所有人都能懂 所以中国大陆如果有一些别的地方的朋友 看上去 你觉得有不认可的地方 但不代表这个国家的人里 有什么让你抵触的地方 因为我认识的大陆地方的 来的很多朋友也有素质很高的 然后中国的好的跟坏的一些东西 不一定是个人来影响 所以我是觉得都是中华同胞 大家应该都可以很easy的交上朋友 不要带有颜色的眼睛来看待人 所以应该是平等的对待 但是我明白 为什么跟你说我是对台湾有特别的好感 可能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教育 我不知道 他们一般来说对陌生人是比较nice的 跟老外一样 有时没事都能聊一半天 但是可能香港人 尤其是现在在香港生活的人 他们可能生活比较紧张 这个节奏也是快了 快了一点 好像美国的New York 他们也有点性格 他是有点像新加坡 或者像New York 而且他是一个城市成为一个地区的这么一个概念 而不是他像台湾台湾好歹还有一个岛 还有东南西北的差异 所以我在这里长大 所以能看见一代跟一代的新移民的交代 所以以前是香港人的天下 现在是随着大陆移民多了 他们的影响也就少一下 比较早的大湾地区可能八九十年代 有一个大批的 97年前后 有一个大批的香港的老移民 成为华裔的移民的一个大的主 现在大陆的移民 简直数量不得了了 非常之庞大 这么一个情况 加拿大每年是20几万的移民 那我就好像是旁观者 可以学习很多来自不同的背景的移民朋友 所以我也很欢迎很喜欢交一些不同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跟很多历史跟很多现状都有关系 但我还有比较positive的看法 就是随着越来越多的 就仅仅是讲咱们在海外这种 随着越来越多的老一代移民 所以时间一走 其实都是第二代的天下 比如说你可能是香港老移民来的 回到你的孩子将来 其实就是CBC 包括我的孩子 虽然我是大陆来的 可能大陆有一些 我身上可能有比较多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些特点 但到我孩子慢慢其实更多是Canadian的一些特点 其实最后不管是香港的 台湾的中国的还是CBC的后代 最后大家变得地球穿了 就是中国脸而已 我跟你讲 就是中国脸而已 慢慢的会比较少 原先你from哪的这种original的差异 会慢慢少 我觉得将来还是 应该是更自由的交流 更团结在一块 就是只是一张中国脸而已 就变成全说中的 我们是香蕉人 香蕉人 我还好 我是比较熟一点 芒果吧 这是跟 讲你那个台湾的旅行 玩了7天是吧 10天 10天 有没有特别难忘的部分 最难忘应该是9分 因为我 对这个地方已经在朋友口中 跟互联网调查一下 这已经比我印象中还要比你想的要好好多 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有历史 很有中国一些好像石家庄啊 好像这个我们叫苏州啊 一些还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物啊 九分啊 中国历史的地方 回到我也要上网查一下下 它是靠山的 所以有寺庙啊 有一些博物馆啊 你就可以花一整天都看不完 我对台湾印象还蛮好的 在大陆居住的时候还挺想去的 一直没找到机会 结果就来这边了 来这边就不太想去 因为觉得太远 哈哈哈 要飞十几个小时 就感觉飞到那么那么远的地方去 那如果有机会回国的时候 看清就可以生态 亚洲好玩地方很多的 香港也不错 然后台湾这么大一个岛 可以玩个十天半个月都没问题 然后日本也是很多亚洲的朋友 非常喜欢去 你喜欢陆驾呢 在台湾就 我喜欢什么 陆驾 我喜欢road trip 台湾就很好是吗 非常好啊 你这个 反正是一个岛 玩岛嘛 就像Mancouba Island一样 不会丢尸的 反正这个岛有一些 它是叫做活力公园 对 还有啊 南部是他们的风土人群 跟北方的分点很大 这个主意好 如果能选一个地方 环岛玩的半个月的话 我也选台湾 而且我的观众里面 应该有一些是台湾的朋友 台湾不错 这个 随了New York之行之后 第二 这两个差异好大 今天这个话题 是我从来没有在Vlog里面 聊过的话题 我觉得 我不喜欢看到YouTube上 三方乱战的那种 我觉得特别的不好 是应该从每个人的 他们的 他们的故事 分享 那观众们就可以有自己的 评论 自己的感想 而且我觉得特别 特别SB 特别不好在呢 我其实世界上这么多国家 好像只有中国出现了 中港台 然后三方有特别微妙的不同 然后大家都是一个国家 民族的人在吵架 这个就特别的诡异 就有点像北韩又上不了网 也不会跟南韩去吵 西德跟东德也合并了 也不会去吵 所以我真是想不到哪些地方 可能一些宗教国家会吵 我觉得中国人可以团结一下想 抛开那些没必要的一些承建 那样吵起来 放在网上现在都成一道风景线了 对 找到解决办法才是能够进步的 而吵架是没有任何好处 没有任何作用的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好 所以大家要多多关注友障老师 要订阅、赞、订阅、留言 就可以看见很多不同的话题的视频 好啊 吵架的唯一好处 这个YouTube视频会带来人气 不过这样的人气真的不太好 会慢慢上升 做得越来越好 对 其实我跟Andrew 认识和拍了一些内容 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东西 聊到一块去的 像之前的武师 武师那期很多朋友看完了 都觉得特别好 就是跟其他的普通的日常的内容来比 它更跟中国文化有关系 我觉得中国文化这种东西是共通的 香港有50 大陆也有50 台湾也有自己的表扬方式 跟庆祝方式 东南亚也搞得很好 这才是中华民族 散落到世界各地 应该有的这个文化的内容 对不对 这个才是有意思的内容 好啊 今天谢谢Andrew 在视频里边跟大家交流了一下 和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很开心在见到你一面 就聊了那么多丰富的话题 好啊 下次有新的内容再聊了 拜拜 OK 我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 就在我的对面 它是温哥华41街上的一个店铺 店铺就在街对过 只是一个星期下面 有一点очку 需要大家看看 但是 假许 我们估计 气地 道dig 很 非常 很有趣 我